哈喽大家,我是穆迪,欢迎获聊频道 今天是Alta打折折扣攻略 这次打折非常有料 很多产品都是第一次进入半价区 他们家打折让我越来越兴奋了 因为现在有更多的品牌进入了Alta 像Chanel,还有Fenty 我相信之后产品线会越来越丰富的 今天来和我一起来Windows Shopping一下 提前看一看这些半价产品到底值不值得购买 即使你没有用过 通过成分列表也可以看出 它到底适不适合你的复制 第一天3月13号 前三个全部都是无脑必入的 我的心头爱 Anastasia眉笔 我正在用的还有囤货 色号是Medium Brown 非常适合就平常你深棕发色的 配这个颜色刚刚好 Beauty Blender不用多说了 头一次搬家哦 这是第一次 它贵有贵的道理 是很不容易洗坏的海绵 粉底很不持妆 很不服贴的 用它来运染 来上妆 都感觉皮肤很flawless Mac喷雾 也是我常年回购款 中午啊 或者补妆之前拿来喷一喷的 因为它不含酒精 很多定妆喷雾 为了让你持妆 它一定会添酒精进去 但这个没有 成分也很保湿补水的 比如小黄瓜提取 还有绿茶 还有咖啡因 还有Penfenol 全部都是皮肤所需 突然的防晒霜 我没有很喜欢 主要原因是 首先它是纯化学防晒嘛 这个也OK 它里面拿掉了一些 比较刺激的化学防晒剂 香料很多 就是刺激精油还蛮多的 像柠檬提取 柑橘提取 全部都在产品列表的中上段 也就是说 它刺激成分相对含量比较高 同时它的质地属于比较微闪 很适合干皮 如果你已经护肤品上很多层了的话 再上它会感觉有点厚重 3月14号有我非常喜欢的 Smashbox妆前乳 四款都搬价哦 这也是第一次出现 全复制都可以用的 最推荐是Hydrating Primer 它可以当一个日用保湿霜 之前不用再上乳液了 它保湿成分很够 抗氧化也很多 像烟纤 尿素 海藻提取 咖啡因 还有ferment 乳酸酵母发酵产物 每天都可以用 妆前也可以用 去红的这款 还有Metifying Primer 控油的这两款也都不错 同样也加入很多镇定保湿的成分 它不是真的像一层膜一样隔绝脏空气 它只能通过成分去减少外界污染对皮肤的刺激 Peach Lily最推荐这个C Spot Treatment 很像修丽可的CEF 里面真的是有CEF的 只不过C是VC衍生物 但其实VC衍生物更适合我们有色人种 因为普通的左旋VC呢 有的时候会刺激你的黑色素的产生 就因为如果你是不耐受的人群 纯的左旋VC反而会加重你黑色素的活跃性 像一般敏感肌肤啊 VC衍生物就够了 也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 面霜不推荐 因为它后面刺激成分非常多 不适合油豆皮 基本上后面三分之一 全部都是各种的精油 刺激精油的提取物 15号非常喜欢的Cosar X 我超级喜欢的韩国小众品牌 现在也不算小众了吧 因为很多人都在用这个品牌了 我之前说我最爱的那个绿茶水褶梨面霜嘛 No.1的肌肤打底水褶梨 这次没有出现 但是这两个蜗牛精华还有面霜都很好用 蜗牛提取物在韩国品牌里面很常见 它可以补水提亮 同时增强的保湿屏障 算是一个很全面的成分了 很多人用完这个All-in-One Cream 他们都说这是Holy Girl 他们最喜欢的 保湿能力很强 同时不油腻 吸收很快 也不会跟你之前的有效成分打架 因为产品很多 所以我可能说的比较快 具体有哪些我不是很推荐呢 还有为什么 很多细节呢 我还是会每天po一个instagram story 详细讲解 不要忘记订阅哦 16号 第一个我也蛮感兴趣的是 Stravectin的Super C Renal VC和VA在一起的精华 有衍生物 还有纯的左旋VC 全方面靠老靠氧化 但有点可惜的是 它后面还蛮多香料 还有防腐剂的 所以如果你是超级敏感肌 就不合适了 不是敏感肌的话 我觉得一周用 一到两次就可以了 因为它的浓度会蛮强的 尤其我刚才说VC 如果用不好的话 更容易反黑 Elimus 胶原蛋白面霜 这个面霜很多人都在问我 值不值得购买 好不好用 有没有效 首先这个名字啊 胶原蛋白面霜 胶原蛋白放在面霜里 如果涂抹在我们皮肤上 理论上来说是没有效果的 因为胶原蛋白分子很大 它没有办法通过皮肤 进入我们的真皮层 然后去吸收 我们皮肤没有办法利用它 所以你在找抗老成分的时候 你需要找Peptides 生态类的成分 才可以进入我们的真皮层 才可以抗皱去闻 胶原蛋白如果是面霜呢 你就把它当做一个保湿霜来用就好了 Elimus这款面霜其实还是加入了很多的抗氧化的一些植物萃取啊 还有比较保湿的 比如说shea butter 乳木果油 维生素E 还有胡萝卜素等等 但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都已经快二分之一了吧 全部都是香料 全部都是精油香料防腐剂 所以 你们觉得我会推荐它吗 想要促进胶原蛋白就去选生态类的面霜 Drunk Elephant的生态面霜 选那个 17号 哇 这天有很多好用的东西 像我非常喜欢的Stella 三色校正 均匀肤色的 这很好 让你粉底真的可以延长它的持久度 绿色可以中和你的泛红啊 紫色可以中和辣黄啊 还有桃色 蜜桃色可以提亮肤色 它在一起 全部都搞定了 你皮肤看起来就很均匀嘛 然后我很喜欢的这个Tarte Maracuja Juicy Lip 我这个真的超级滋润呢 它介于唇膏与油之间的那种质地 好像有一种皮肤被油膜包裹住的感觉 如果你是超级超级干燥的嘴唇 一定要尝试一下它 Kyos这个Set我也很喜欢 除了里面的VC可能不是敏感肌首选 其他那两个都很好用 金盏花就是以舒缓闻名的 里面还加入了尿囊素 也是舒缓镇定 提亮面膜也很好 它主要是用蔓越莓和姜黄 那姜黄是很古早的一个提亮的成分 尤其是在亚洲 大家用的比较多 姜黄素 你们以后可以注意一下 这个成分是有很好的抗氧化性的 18号 Dermalogica这个Power Bright 本身是很好用的产品 它成分里面是 乙肌见本二分 是很有效的一个去斑淡斑的成分 但还是那句话 刺激精油太多了 基本上不是二分之一了吧 从中段开始就全部都是刺激的成分 敏感肌痘痘肌不推荐 这个New Face 眼部的我还蛮感兴趣的 我在想要不要平常用眼霜之后 用它按摩一下促进吸收 如果有人用过的很喜欢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A Cosmetics这个自信面霜 它真的很自信 你打开成分列表 我都是惊讶到了 我一般写脚本的时候都会copy paste的嘛 但这个copy paste下来 我那A4液的纸都满了 这个成分就那么多 真的没有什么必要 我们不需要在皮肤上加那么多的成分 你能吸收几个呢 19号的K Somerville 磨砂截面 我还蛮喜欢的 它主要利用的是硫 有一定杀菌消炎 还有抗痘的效果 就预防性的痘痘产生 然后还有蜂蜜 燕麦的提取 可以镇定保湿 20号最推荐 3D Rally这个套组 好精英精华 好精英精华主要用的是 lactic acid 乳酸 那乳酸相对来说 分子没有那么小 所以没有那么快速的渗透皮肤 同时也没有那么刺激 不容易造成反黑的情况 里面的这个洁面也OK 有点黏土质地的感觉的 蛮适合作为一周一次的 深层去角质 还有清洁 我非常想买这个Derma Blend 颜料粉底啊 它主要是可以混合在你的防晒霜里面的 有时候防晒霜特别白 或者特别黑 比如说有润色防晒嘛 那你就可以用它来调色 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好耶 成分一看就只有颜料啊 没有什么抗氧化物 所以官方说是可以很安全的 夹在防晒霜里面 不会导致它们失效的 22号我很喜欢 First Day Beauty这个椰子水面霜 透明质酸椰子水 椰子水主要是滋润皮肤 补充肌肤水分的发酵乳液 越来越多的抑生菌 放入我们护肤品了 主要就是刺激你皮肤再生 抵御外界的伤害 同时补水的 23号我比较推荐 Timmy排毒面膜 也是一个泥膜 它主要除了高磷土 蓬润土 这些吸附你皮肤油脂 和这个脏污的 绿茶 这些是抗氧化的 维生素液 杏仁油 都是很好的 对皮肤有益的脂肪酸 清洁同时 不会带走多余的水分 24号还有几个很热卖的 大家都蛮喜欢的东西 像Origins Ginsing SPF40 面霜防晒的 防晒成分是OK了 它是雾化结合的 但是同样 你打开它的列表 前三分之一吧 不是后三分之一 也不是中段咯 前三分之一 全部都是刺激精油 OK 不再多说了 Muride防晒还不错 是纯化学防晒 里面有一些保湿剂 像尿素啊 还有East 用发酵的产物 还有玻尿酸等等 有一点点香料 不过我觉得香料如果是放在成分列表最最厚 同时它闻起来又没有很刺鼻的味道的话 一般的皮肤用起来都是OK的 而且这个是很适合混油皮的 Metifying嘛 亚光的感觉 然后亚世丹的小宗瓶 我想一定抢得很快了 属于初级抗老选手 20多岁就可以用了 不要再说小宗瓶是给四五十的人用的了 什么年纪都可以 里面的益生菌 抵抗外界对皮肤的侵蚀 25号的胶韵师 double serum 我想一定有很多人问我推不推荐它 我推荐给如果你平常用不太了 像维生素ACE这些成分的抗氧化剂的 你觉得它们都很刺激 你可以试试它 因为它里面用的全部都是植物萃取的抗氧化剂 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对皮肤接受 主要成分姜黄 是我刚才说 我非常喜欢那个抗氧化亮白的成分 还有一些均匀肤色提亮抗氧化的植物提取 但是它是有香料的哦 而且是在成分列表的中上段 所以我只能把这个精华推荐给 刚刚尝试护肤品的人 你对很多成分都没有什么耐受 怕用起来很刺激的话 可以试试它 但我自己是保持中立的态度 26号 The Honor的绞杀丸洁面 我很喜欢 是没有泡泡那种可以卸淡妆的洁面 记得要干手干脸使用 然后再加水慢慢让它乳化 Acosmetic刷具一定要买 这个是每年都会出现的 每次都抢得很快啊 一定要提前放在购物车里面 CC霜适合干皮非敏感肌 为什么 你们看一下成分列表就知道了 我刚才已经教你们很多了 我这里不再多说了 然后是27号 我还蛮想买这个 Bare Mineral的粉饼的 因为平常我都买他们家散粉嘛 那它新出了一款 定装粉饼 我还蛮感兴趣的 也是没有talk 不含华石粉 相对来说比较适合油斗鸡 Philosophy的Hope in the Jar 不推荐 同样也是后面很多柑橘的提取物 因为它本身就加了甘醇酸了 甘醇酸是非常小分子的AHA 小分子的果酸 所以它渗透皮肤渗透很快 如果你再加入香料的话 很容易过敏 不耐受 所以这个配方我不是很懂 28号有三个Suppress Steel 但我比较喜欢 这两个都很推荐的是 Peter Thomas Ross的 一个防晒 一个保湿的玻尿酸精华 这两个都很好用 防晒属于不油腻 好吸收 算是美系里面的佼佼者了 保湿精华也做得非常优秀 29号还蛮多惊喜的 首先Urban Decay 这款是属于遮下力 还蛮高的有色面霜 适合瑕丝皮 然后同时它有很多的保湿成分 像有茶 还有Marula Oil 带护肤成分的粉底了 这款我觉得应该卖得很快 Glam Glow的眼霜 我还蛮喜欢的 它提亮的成分很多 维C眼生物 亚油酸 六生态 护肤品中的肉毒感菌一样 帮你定型 帮你减少纹路的 玻尿酸 咖啡因 维生素E 全部都是很有效的抗氧化成分 然后也没有香料 厉害 很不错 31号 Mirad AHA BHA的磨砂洁面 我也很喜欢 推荐过很多次了 果酸和水洋酸都有添加 像有些人早上用VC嘛 如果用纯的左旋VC 由于它的PH值很低 大概是3.5左右 你只有这样之前 皮肤降到跟它一样的PH 你的VC才能快速的被皮肤吸收 那怎么办呢 你就可以用这种含酸的洁面 早上做沉洁 然后再用你的VC 就不会害怕VC失效了 当然这只适用于左旋VC哦 像一般的VC衍生物 都是中性的PH 也就是和我们皮肤是一样的 也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哦 快说完了快说完了 4月1号 倒数第二天 这一天有很多好用的 像我一眼就看到的 Indie Lee的Britening Cleanser 草莓子油 还有番茄提取物等等 都有很强的抗氧化功效 还有向日葵油 可以用于卸妆 同时可以补水保湿的 Benefit很喜欢的定妆喷雾 它是属于没有酒精 也可以给你超长吃酒带妆的 最后一天 4月2号 一般第一天和最后一天好物都很多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 Bobby Brown橘子面霜 属于我初期重视场合 我需要粉底服贴 后续不会拔干的时候使用的妆钱 乳母果油 绞沙丸 维他命E 维他命B5 Panthenol 都很多 所以它是一个很可靠的妆钱 但因为它也是有很多的 香精香料的 我不会每天使用 兰蔻粉水 不多说了 上大学时候的最爱的toner 属于那种牛奶般丝滑的质地 吸收的很快 保湿力也很好 现在看来我为什么那么喜欢呢 因为它里面除了透明质酸 还加入了甜杏仁油和蜂蜜 所以长期下来 你皮肤会感觉软软的滑滑的 给你超长持久的保湿力 终于说完了 我喝口水 我觉得我要很多没有cover 没有说到的 打折期间 我每天都会po Instagram story 跟你们说哪些需要避雷的 今天主要和大家讲一下 我看护肤品的思路 就如何选择它们 其实我没有用过 我也知道 哦 它到底好不好用 适不适合我的复制 希望对所有的护肤爱好者 都有帮助 谢谢你们收看 不要忘记订阅关注哦 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